PS5为什么需要有Pro第二集 没有人天生爱玩30帧的游戏 老玩家们回想一下 当年8位级和16位级上的绝大多数游戏都是60帧的 街机厅的J82也是60的 甚至PS1代的铁拳3也是60的 30帧的游戏是从PS2和N64开始的 有人说当年PS4玩怪物类人世界才28帧 不也通关了吗 也很好玩 那不是没辙吗 如果同样的画面表现一个60帧的机器一个30帧 价格一样你肯定会选60帧 但是如果60帧的机器价格翻一倍 估计大部分人会选择忍受28帧 因为便宜 好的画面和流畅的帧率谁都想要 但只要一谈钱价格一翻倍 销量至少减半 所以商人们也看透了这一点 为了卖更多的机器 通过降低性能的方式降低成本 第一刀先砍掉帧率 而不是想砍画质 因为消费者在掏钱之前 游戏画面的吸引力更大 之前还有人说 30帧不难受 人类对60帧和30帧区别不是很大 就是因为有这些弹幕和评论 我怕有些新接触PS5的同学误会 所以特意做了这个视频 还有人说 真正的老玩家是不会纠结帧数和分辨率的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些真正的老玩家已经习惯了被动接受了呢 不过主机游戏30帧是可以玩的 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吃饭 30帧就像是一碗不加肉的拉面 虽然有点素 但是能吃饱 60帧相当于多了一碗牛肉 那我喜欢这个加肉的 另外PS5已经卖了5000万台 这里面真正的老玩家能占多少呢 以我这个账号为例 我这个账号主要谈的就是PS5 24岁到40岁占了70%多 想想现在1985年出生的都40岁了 PS5以后的销量还得靠年轻人消费啊 难道如今的年轻人都只配吃一碗不加肉的拉面吗 我并不是说PS5 Pro一定会出 但如果真出了Pro 它和PS5这种高低配置组合 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预算紧张的买PS5 预算充足 想体验更好的买Pro 另外再提一点 西马尔家要注意 并不是说所有的游戏都需要高帧率 像逆转裁判这种图片文字类的游戏 给它30帧都多余 12帧足够了 但像大表哥2这种游戏 30帧还能忍一忍 像老头华之狼这种动作游戏 55帧最低了 还有使命召唤19和20这种射击游戏 直接60起步 还有人说 PS5 Pro会让游戏成本大幅度提高 因为不同模式的适配工作量很大 我倒不认不认为啊 因为现在PS5游戏 大部分都要做2K60和4K30 两种模式优化调校 如果将来有了PS5 Pro 它可以继续使用PS5的4K30画面模式的那个画面 那个画质 然后利用主机性能的提升来拉高帧率 从30帧拉到60帧 如果是这样的话 PS5 Pro上直接可以放弃模式选择选项 就一个模式4K60 玩家想选都没得选 这才是游戏机该有的样子 大刀之简 到那时候PS5还是两种模式选择 而Pro不用选择 直接玩 本来我还想说说游戏画面 因为有人说PS5和PS4的画面差不多 没什么区别 性能模式和分辨率模式一样 那只能看第三集了